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欢迎收看某某风云动 我是林恩佩 2022年斯巴达障碍跑进赛 上个周末在台中大陆山热血开跑 这个比赛的内容设计完全比照军事训练等级 全长10公里的赛程当中要翻阅各种的障碍 甚至是冲卧高温的火焰 总共有25道关卡 考验着参赛者的意志力还有体能极限 斯巴达障碍跑进去 阿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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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GO 其实是这样我们扮斯巴达已经迈入第六年 斯巴达有一种特别的魅力 这魅力是什么呢 是全核心运动 所以我们一直说它是比路跑有趣 比山铁容易 台湾很少 这应该算是唯一的障碍赛 越野障碍赛了 但是觉得不好玩 但是整个赛事是非常棒 感觉那是还好 但是实际上来体验三加一次 就发现它很多乐趣在里面 你来报名一次就知道 比较有多样性 然后 可以 可以 比较就是 变化比较多 比较不会那么无聊 不行 它好冷喔 就像跟一般跑步比 就是不会一直跑而已 就是它中间有很多很刺激的观看 趣味性跟新鲜感 很好玩 就是大家同心协力可以一起去过关 我觉得很好 用感受上很好 虽然我是花钱来玩泥巴 但不受 我觉得是一起出来玩 对 对 尤其这种就是大家 就是志同道合 然后都有带运动的人 其实一起玩 我觉得 这个活动蛮好玩 蛮推荐的 而且一个同心协力的感觉 对 会比较有动力 因为 其实单纯一个人 到最后就是会 看不到前后的人 就是真的很无助 真的无助 一定要有人一起 我今天会参加这个 十八达障碍赛呢 最主要是我女儿 我女儿她去年有参加 所以今年也把我报名进去 我以前是跑马拉松的 我发觉说 这个障碍赛比跑马拉松 还要运动 还要运动 还可以到就对了 本来我老公也要来 可是我老公起不来 对 不错啊 蛮不错的体验 对啊 跟马拉松不一样 是一种很有挑战的 赛事这样子 感觉亲子关系 蛮紧密的 我觉得说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非常多的障碍 希望能够互相扶持 但是都是要靠个人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体能 平常都要训练好 就朋友摇就来了 我不知道欸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那个选手手册都没有看 会想要再来 可是觉得好像 应该要再多一点训练 因为前面有一些关卡 就真的过不去 就是一直做波比跳 对对对 加油 加油 碰到任何困难 绝对不要放弃 这才是斯巴达的精神 好啊 斯巴达一定要参加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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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巴达就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我今天过关了 我可以大喊一记耶 你如果不能过 就每一次跟自己挑战 每一年来参加 然后每一次如果不能过 就三下波比跳 其实也是对你全核心 对生理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我觉得它的肌力占了很大的部分 也不能说铁人三向没有肌力 但是它的肌力相对是更高是有氧 跟长时间耐力赛 5K跟10K我是觉得 肌力的部分如果充好充满 就是让它练很高 其实是很有大的帮助 但是如果说50K跟21K 其实跑步的部分 可能还是要稍微训练一下 它会比较稳定 好玩的是它的关卡设定很多 那你必须 你在自己的训练方面 你不需要多功能 不止于在你的路跑心肺 肌力 体能 你都要全方面的训练 跟一般的路跑 铁人三向都不一样 想说我这个年纪 体能还是可以 对自己的一种训练 还有一种肯定 对 然后之后还是会持续的参加 等不出发来 太累了 再参加 因为其实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 综合检视自己在生活中 各项技能综合运用的一个活动吧 就算你是体验主 也可以好好地去体验 我觉得这关的话 比较偏向手脚兵用吧 然后要在实地人握好 握力的部分很重要 要握住我们该握的主笔子 然后沉浸的部分 才会好做 好 最好玩也最特别 应该是Twist Bar吧 就是有一个 它的Bar会旋转 对 那个关我觉得 是最难的 也最不好过 对对对 反向过会比较好过 因为核心可以曲折 但是我觉得 实际上来说 还是要抓准时机 而且渐渐点下雨 所以其实Bar是滑的 可以啊 承住 承住 可以啊 承住 人家就是 我有看人家也是反向比较快 好玩 但是到你前面爬到后面 会比较费力 对 因为我每关都有过 所以很累 所以我们下雨 好棒 不要费力 快到了 年尼巴 年尼巴 年尼尼巴 年尼巴 年尼巴 年尼尼巴 年尼尼巴 就是有一种 尚干 昨天不是 昨天是红土耶 今天是整个是泥泥 泥巴太多了 真的很黏 不好抱 先把它扛上来 就好像 然后这里扣好 应该就不会 扛好 就不会掉了 因为今天下雨 千球太湿滑 所以你要用更多的力气 去搬千球 所以前面已经很多观看 到千球的时候 其实已经完全没力了 我自己是完全没有力 对 所以勉强 用最大力气把它撑完这样子 斯巴达的世界下雨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源自这一个特种部队 特种部队里面没有下雨 没有晴天 每一天都是很重要的训练 然后呢 来加斯巴达 其实在展现自己的身形 自己的能耐 所以它会变成 来这边脏一下 是我一年很重要的两场 所以对它来说 这就是我训练的结果 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这是斯巴达的精神很特别 加油 先摩拜一下 加油 可以可以可以 脚上去脚上去 因为在自己活动 因为我要登峰造极 早餐是我 我们参加单位 如果有下雨的话体验就不一样 很棒 健康 很运动 很适合老少 老师我做到了 阿璐 为了那个奖牌 用一个周末三色 就是你在一个假日里面同时跑完 绿色 蓝色 红色 第一次是一个自己的挑战 然后第二我觉得是 因为这次有个大满贯奖牌 然后还有一个三色周末 所以我想说 就全部拿起 然后也是对自己一个平常训练的认证吧 当然推荐 因为我觉得生活就 来点不一样的啦 平常待在房间什么的 跟这个完全不太一样 下雨天把自己弄脏 对啊 多亲近大自然 其实我觉得对身体 以活动上来说 其实蛮不错的 对 因为自在参加啦 对 没有说一定要得奖的部分 对 所以我觉得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 好啊 节目到这边先休息一下 稍要来看plus league公布新球季的展望 还有新球季口号 还要来看联盟规章做了哪些调整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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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ом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某某风云动 Plus League新球季例行赛 即将在11月5号正式点燃战火 联盟也正式公布了全新的口号 这个球季的例行赛从上个球季的90场 增加到了120场比赛 每支球队要打40场的例行赛 而联盟也首度在星期一跟星期二安排赛事 让球迷们在周间也可以欣赏到Plus League的精彩比赛 Plus League作为台湾职业篮球的领头羊 准备迎来第三个赛季 在新球季启动记者会上 执行长陈建舟跟60球团主力球星帅气登场 喊出全新口号Oh My PLG 透过更生活化的口号 成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 Oh My PLG 我觉得这个很口语化嘛 那当然前两季我们黑金配色 其实大家都已经蛮认同的 其实我们是结合了运动时尚潮流人文 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视觉设计 我觉得这比较符合我们个性那也很愿意去尝试吧 那我们整个联盟行销团队也很用心 在这个配色上面都更大胆更奔放 今年PLG的主视觉 跳脱过往的黑金框架 改采缤纷壮色的强烈风格 球员也各个盛装出席 穿出自己的风格 除了比球技也要比帅度 它是真正的 大家都觉得不同 但我认为这是我 我认为它很简单 黑色和YOU YOU jacket 非常舒服 非常舒服 它看起来很好 如果我关注它 我会像船船主 但是 所以我保持它 里面原本想要穿大白色 那我觉得白色也太一般了 我只是简单换个颜色 当时是原本我跟赞亚已经想好 就是出场玩的时候要比什么东西 其实我不知道要比什么 然后突然就说 不然你比艾欣好了 我说艾欣 艾欣要怎么比 你就这样比 好对对 就是这样的 谁最帅吗 我觉得大家都蛮帅的 因为大家都穿西装 就是跟平常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很帅 PLG在赛事上也公布各项变革 每场比赛登陆师 两位洋将的合计月薪上限 由三万美元提升到四万美元 注册规定也从过去 因应疫情的二加一人 改为三人 例行在场次 也从原本的九十场 扩展到一百二十场 每队要进行四十场例行赛 除了先前的周末场次之外 也多了周间的比赛 准备开启不可思议的 歐买时刻 当然礼拜二礼拜四这种日子 也是我们全新的尝试 那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 希望让球迷朋友 有更多精彩的球赛看 那更重要的还是在于 因为联盟单我自己有责任 那也希望在增加场次这件事情 也可以或多或早 增加更多的收入 对 PLG迈入第三年 六支球团在休赛季都做了 阵容补强 去年拿下冠军的台北富方勇士 毫不啰嗦 直接喊出抢下总冠军的目标 展现出舍我其谁的态度 今年的球队目标 就是拿下冠军 好 简直并有力 当然会想 因为球队一直以来的目标 就是想要冠军 你知道 所以挑战三零八就是 应该是 一直都是球队的目标 台北富方勇士二连霸的主力 控球后卫林书伟 今年夏天透过交易 转战新北国王 他也期待能在新团队组织工坊 蹦出新火花 帮助新东家力拼手冠 可是现在就一直跟队友配合 然后慢慢增加默契 我们国王今年的目标 就是要拿冠军 没有别的目标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每一年 我都在哪里 就会想拿冠军 台西梦想家去年在季后赛 力拼台北富邦勇士 在最后关头才气力放进 新赛季即将到来 球员们早已磨刀祸祸 热身赛就展现出强大气图心 准备卷土重来 我们这次开训的时候 感觉大家的心态感觉更不一样 就是更想要拿回 就是我们去年输的那几场吧 今年就目标还是一样不变 然后就是大家感觉变得更 有那企图心更强这样 上个赛季离冠军只差临门一角的 新竹接口工程师 新赛季喊出要成为最好的球队 唯一目标就是更上一层楼 对整个球队来说当然就是 大家都保持健康 然后拿回去年没有拿到的冠军 然后从去年的失误中去做修正 我是想拿进步奖 当然健康嘛 然后进步奖 然后希望自己很稳定的贡献 一场贡献一个十分十二分吧上军 对这是我的目标 球赛还没有开打 就飘出浓浓的烟销味 究竟哪支球队会拿到总冠军呢 PLG第三季例行赛开幕战 将在11月5号开打 上演卫冕军台北富邦勇士 对上新竹接口工程师的戏码 球兵请持续关注MomoTV 带来全年120场精彩转播的 歐买时刻 相信观众朋友已经迫不及待 新球季开打了 也许您记得从11月5号开始 锁定Momo綜合台 带来的PLUS League现场直播 节目到这边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日本职棒的传奇球星 景端鸿河来到台湾 担任台纲雄英的客座教练 传授手臂功夫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某某风云动 继继续来关心中华职棒的消息 台纲雄英的抽训 正在持续进行当中 而日本职棒的传奇球星 景端鸿河 也从国庆连假开始加入团队 担任客座守备教练 要把他在日本职棒拿下7座 游击手金手套的守备功夫 传授给年轻球员 台纲雄英的选球状元曾子佑 看到了景端鸿河的伸手 大呼他饱到未老 也希望可以把握机会 好好的跟景端教练挖宝 做好内夜守备动作前进 在教练的辅助下调整姿势 中华职棒第六队台纲雄英 持续在晨星湖棒球场进行秋训 日籍客座守备教练景端鸿河 穿着白色练习衣 从8号开始加入教练团阵容 将数十年的棒球经验 传授给这群年轻的台湾小将 景端鸿河十七年日本职棒生涯 大多待在中日龙队 生涯曾七次获得游击手金手套 五次获选为最佳酒人 此外他曾在2013年WBC面对中华队时 集出关键的追平安打 退休之后景端转任教练 是东京奥运金牌教练团之一 并在今年夏天以总教练的身份 率领日本队来台湾打U12世界杯 也由于他来台仅仅一周左右 所以上师邓石阳等本土教练 也请全力协助景端 快速把经验精华带给台缸球员们 要承认得到的疑问 但是在当时我来到 我来到的计划 也很感谢 我还是在学习 我还是在学习 因為時間短 時間短的情況之下 我今天第一時間就是跟他討論 就是說有任何想法看到了 就能有一些訊息能丟給我們 就丟給我們這樣然後先去做 做完之後後續再做討論 無論是台綱的教練或球員 都把握難得的機會盡情挖寶 能親眼看到教科書等級的守備功力 讓學舊狀元曾子佑暫談不已 就是他很強調就是下半身就是接球 希望我們都是用下半身去找球 然後中心要放在右腳 然後寬 寬 他也覺得寬很重要就是要打開 然後利用寬的旋轉丟球 他拿過七屆的金手套 所以他手臂一定很厲害 對 然後他剛才也有示範給我們看 就是寶刀未老 很流暢 可以從他身上看得出來 就是他真的是用下半身 用腳步再去迎合那顆球 如果他把握方法和身體的使用 就是這樣做 就這樣做 就這樣做 日本人的接球的一個穩定 跟他的 看得出來就是跟他的量化 基本的這邊一直要求去把它做好 這樣子 他不會要求你要花俏 但是就是簡單的 比如說兩樣的動作 他就是要你兩樣的動作 一直重複做 重複做 把它做到是一個肌肉的一個 這個神經這樣子 他很有耐心地回去 一直重複一直告訴他 這個還可以怎麼樣 還可以做得更好 還可以做得更好 做的位置有到位了 他就一直鼓勵 做得非常好這樣子 讓選手去感到說 這個原來就是他要的這樣 球員們努力練習 教練們則努力交流 畢竟球隊還在草創階段 如何集結各個教練的教學內容 融合成球隊所需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對於年輕有盡的台岡熊英 緊端教練也給予肯定 我感覺到有很多人在未來的 我感到很快的 我感到很快的變化 我感到很快的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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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他的東西 教練要把他學起來 要怎麼去教給這些 我要去解讀他的東西出來 我要去解讀 然後怎麼在後續的這邊 去繼續去延伸他的一些 動作上 或者說一些理念 反而是教練 技術教練這邊 幫助去學這些東西 然後再反應在後續 可能他離開之後的訓練上 把他的東西放在我們的 手臂的系統裡面 怎麼樣去把它安插 然後再怎麼把它銜接 這樣慢慢慢慢更進階 到最後到比賽的一個情況 會讓他發揮得更完善 新加入的客座教練 除了井端 還有投手教練曹俊陽 10月底 11月初 預計還會有一位 具有美國職棒經驗的 日籍體能教練加入 豪華的教練團陣容 讓人更期待 台岡雄英未來的表現 在中…自由 好棒 好棒